咱先弄一狂事 造一纯金马 拿这纯金马去换肉身马 那么这事实际上记载的贴谱不贴谱呢 还真贴谱 因为时至今日 还有一只汉代的纯金马存于世上 在哪呢 在日本 这金马重约七公斤 你要问了你怎么知道它是汉代的呢 因为人家的博物馆里标的就是汉代 中国古代的马 各个时期的状态表现都截然不同 专家看一眼就知道这是唐马 那是汉马 二者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 从艺术角度上讲 唐马写实汉马夸张 夸张在几个点上 第一是面部的塑造 汉马鼻孔特大 像是在吹气 耳部如刀削一般 跟劈出来的竹子似的 特尖 眼睛瞪着 弩出来 你去看马踏飞燕的那匹马就是这样 汉马经常翻唇 把牙齿露出来 最重要的特征 它尾巴不是长在生理位置上 它偏上方一点 很难说准那个位置 你们得去看食物 今儿说的这匹金马呢 特别瘦 四肢修长 胸前饱满 臀部肌肉十分发达 长颈前身 鬃毛向后竖立 都表明这是西域来的马 它与秦始皇兵马俑墓葬里的马 明显的不同 那近一看呢 这马头 像公羊的头一样 中国古代有本书 叫《易物志》 是汉唐时期专门记载周边地区 和国家新易物产的典籍 《易物志》中记载 大冤马有肉脚数寸 肉脚数寸 马在汉代的时候 是最重要的国家军事装备 概念跟今天完全都不一样 今天马就是马 大都是竞赛或娱乐用的 古代的马 威力往大了说 有点像今天的原子弹 往小了说 类似坦克装甲车 是最厉害的军事武器 为什么马是武器呢 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要追溯马的历史 马的祖先并不久远 约出现于五千万年前 一开始还特别小 跟狗差不多大 样子也不像今天 后来慢慢地发展起来了 变大了 马是人类最后一种 主要训养的动物 我们说的主要训养的动物 是什么呢 猪牛羊马鸡犬 还加上猫 狗是动物中最早训养的 大概有一万六千年的历史 而马不大容易驯服 大概在六千年前 人类才开始对马进行普遍训养 马在人类文明的进程当中 最重要的一点是帮助人们征战 而不是干活 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更多的是一种野蛮行为 所以我们老说 文明是由不文明推进的 因为人类由不文明 才逐向趋向于文明 后来我们让马离地干农活 那都是瞎来 马离地跟牛没法比 牛特别有劲 马没劲啊 有个专业术语叫腕力 就是拖拉的力量 马托拉的力量远不如牛 所以马在历史上的主要功能 就是打仗 各国骑马打仗是人类一个共通的历史 欧洲 美洲 亚洲 各大洲 全是骑马打仗 也没谁骑牛的 骑鹿的 按理说鹿是应该骑的呀 它还长着俩脚呢 可是它不听你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鹿长途跋涉奔袭的能力 不行 历史上啊 非洲有骑羊鸵打仗的 这听着啊 看着就像个喜剧嘛 南亚骑过大象打仗 这看着像个旅游项目 澳洲还有骑着鸵鸟打仗的 这看着就是个悲剧啊 马在人类文明史上起过重要作用 从驯服开始就迅速介入战争 但骑马打仗 我国是从战汉时代开始的 汉代以前都是以马车的形式介入战争 秦以前都不骑马打仗 而是用马车 当时双方在战场上的规矩很大 有点像做游戏 所以真正的骑马打仗到了白热化的时期 就是汉以后了 汉代开始骑兵就出现了 最早的骑兵还仅是作为潜兵偷袭和侦察用 在汉武帝时期 中国版图扩大跟马有很大关系 当时为了获取资源 想尽一切方法大量的买马培育马 我们之前讲马踏飞燕的时候说 当时有很多马是杂交的 马可以分为三种 恶学马 冷血马 温血马 奔跑的速度快的全是热血马 冷血马都是用来挽车的 你要骑冷血马 它都不会闹事 但你要骑热血马 一上去它就跑 很危险 这热血马今儿也叫纯血马 世界上最早关于马的人类艺术 是从哪发现的呢 发现于法国东南部 二代石省的一个洞穴 它的洞壁上会有千幅史前壁画 经证实 它可以追溯至今三万六千年前 是人类一支最早的史前艺术 那个洞穴啊 被称为销为岩洞 在历史上 有关马的文物非常多 战国时期就出现了青铜马 但它体量特别小 较大的马 对它比较准确的造型塑造呢 就是从秦始皇开始的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秦始皇兵马俑 我们今天大众认知的兵马俑 马的数量要比人的数量少很多 而且那时马没有一个奔赴战场的状态 你们看秦马都很安逸 没有那种养手之类的战争状态 都是非常静态的 其实汉马表现很多 它也是静态 但此静态非彼静态 汉马的静态暗含杀鸡 从面部的情绪你可知晓 而秦马的静态呢 啥都不含 就是纯粹的静态 两者不一样 我们在汉代就出现了这种 用贵金属制作的小型化的雕塑马 纯金汉马目前就发现 日本美秀博物馆里的这一件 刚才说了 重达七公斤 除了美秀的这件以外呢 陕西茂陵博物馆也有一只金马 是茂陵出土的 只不过这件是铜溜金 和纯金的价值比起来 那就差远了 两者造型非常接近 但茂陵这只马的尺寸 比美秀博物馆的那只要大很多 这只溜金马长76公分 高62公分 通匹铜柱溜金 马昂首翘尾 四腿直立 头部造型极为生动 两耳竖起 史书记载为金马 是以西汉史大英国的汉学马为原型 而精致的工艺品 现在被奉为国宝 美秀的纯金马和茂陵的刘金马 这两只马造型很接近 都是镜中有动 两只马的尾巴都是高翘 有极强夸张的艺术张力 从今天的艺术角度去看 依然是非常完美的艺术品 可到了这个时候 你还是没能看到富有动态表现的马的造型 完全动态的马就是我们熟悉的马踏飞燕 到了东汉末期以后 才出现了这种非常动态的马 再往后发展 到了唐代 各种姿势的马就出现了 抬蹄的 仰天 思鸣的 甚至还有打滚的等等 中国对汉学马的最早记录 出现在两千一百多年前的西汉 汉初 白灯之为时 汉高祖刘邦率30万大军 被匈奴骑兵所困 凶汉勇猛的匈奴骑兵 给了汉高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当时汉学宝马正是匈奴骑兵的重要作技 所以我们干不过他们 拜登之为后 刘邦认识到 仅以武力手段解决与匈奴的争端不可取 因此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汉朝都采取和亲政策 笼络匈奴 维护边境安宁 汉武帝远顶四年 那年秋天 有个名叫暴力长的敦煌秋土 在当地捕获一匹汉学宝马 献给了汉武帝 汉武帝得此马后 欣喜若狂 称其为天马 武帝作歌勇志 太医供兮天马下 沾翅汉兮墨留者 持荣与西亿万里 金安匹兮龙为有 但是仅一匹千里马 是不能改变国内马的质量的 为了夺取大量的汉学马 西汉政权以当时西域的大渊国 发生过两次血腥战争 即汉宫大渊之战 一开始 这汉武帝就想了 咱硬碰硬干不过人家 咱就用点怀柔政策买呗 钱的力量很大呀 希望以重金换回种马 当时汉武帝的使团 来到了大渊国的首府二师城 就是今天的土库曼斯坦 大渊国王呢 也许是爱马辛切 也许是从军事方面考虑 因为西域用兵以骑兵为主 而两马是骑兵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肯以大渊马换取汉朝金马 您给多少钱 我都不卖 更严重的是 汉石归国途中 这金马在大渊国境内被截 汉石被杀 汉武帝因此大怒 做出了武力夺取汉学宝马的决定 公元前104年 汉武帝命李广利 率领骑兵数万人 到达大渊边境城市玉城 但出战告白 没能攻下大渊国 只好退回东皇 回来的时候 人马只剩十之一二 这真马没换来 金马呢 也丢了 和人家打仗 还输了 汉武帝这下就更愤怒了 所以三年后 汉武帝再次命李广利带兵六万 马三万 牛十万 还有骆驼驴等 此外还带了两名巷马专家 前往大渊国 在这千军以法之际 没想到大渊国内部发生了政变 他自个儿先乱了 贵族杀掉了国王 与汉军一和 这次我们不战而胜 赢了 大渊允许汉军自行选马 并约定以后 每年大渊向汉朝选送两匹两马 都是种马 此行 汉军选两马数十匹 中等以下的公母马三千匹 经过长途跋涉 到达玉门关时 这汉血马仅剩一千多匹 为什么死都要把这大渊马弄到手呢 八百年后 杜福老爷子写过一首诗 描写大渊马 非常有意思 这诗名叫 房兵曹虎马 虎马大渊明 风冷寿骨成 竹匹双耳俊 风入四皮青 所向无空祸 真堪托死生 萧腾有如此 万里可横行 这诗写得好 虎马大渊明就指的是大渊马 风冷寿骨成 这马全身都是肌肉 没有肥肉 竹匹双耳俊 你看我们今天的汉代的文物 那耳子都叫竹匹耳 风入四皮青 跑得飞快 所向无空祸 真堪托死生 萧腾有如此 万里可横行 一听这意思 基本上能听懂 大渊是中亚古国 在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那个位置 汉称大渊 他是丝绸之路上 重要的商贸地之一 当时大量的中亚商人 再次等待贸易 其中有萨马尔汉 金乌兹别克斯坦的 苏特人 这是丝绸之路上 最著名的商人 还有居住在今天的伊朗 伊拉克 以及土库曼斯坦的 安息帝国的商人等 关于丝绸之路 我们的印象里 可能就是在沙漠中 有一骆驼 慢慢磨磨蹭蹭地 向前走 19世纪末 德国地质学家 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 把从公元前114年 至公元127年间 中国与中亚 中国与印度间的 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 这条西域交通道路 命名为丝绸之路 其实远不止丝绸 还有其他商品 包括马匹 公元前138年 张谦这位汉代著名的外交官 封号博望侯 出使西域联合大跃之 抵抗匈奴 中途被匈奴俘虏 他虽然失败了 但却揭开了西域之谜 了解了印度和安息帝国 就是今天的伊朗 更重要的是 他第一次出使西域 就到过大冤国 并受到大冤王的接待 在这里发现了汉血马 认为汉血马值得 用丝绸黄金去换 那么 美秀博馆这匹金马 是怎样到那里去的呢 我们不知道 他肯定是买的呀 怎么买的呢 也不知道 人家不告诉咱 帽陵博馆的这匹 溜金马呢 是汉武帝 帽陵陵区被发现的 汉武帝爱马 天下文明 在中国的历史上 为了得到宝马良居 而作诗的皇帝 汉武帝是第一人 帽陵里的好东西太多了 所以历史上 一直是被盗贼盯着的 帽陵是汉武帝刘彻的陵墓 位于陕西咸阳的兴平市 是汉代帝王陵墓中 规模最大 修建时间最长 陪葬品最丰富的一座 被称为中国的金字塔 汉武帝在位54年 帽陵修了53年 有文字记载的 2000年内被盗5次 平均400年盗一次 他里头依旧塞满了宝贝 第一次被盗比较夸张 也时有记载 汉武帝死后 入陵才三年 帽陵就被盗了 不过当时的汉使 没找到盗墓贼 四年后 墓中所葬的玉香玉帐 被人在宝基扶峰买到了 二十年后 到了汉宣帝元康二年 风头似乎过去了 这帽陵第二次被盗 却没人知道 最后是因为 当时何东郡有个 叫李友的采药人 到上党到独山 去采药 意外地捡到了 本应该装在 茂林金箱子里的 三十卷经书 才知道茂林又被盗了 再有就是 西汉和东汉相交之时 茂林又遭到了 赤梅军的掠墙 赤梅军是中国古代 著名的农民起义军之一 曾接连两次盗窃了茂林 还有传闻说 东汉末年 董卓曾指使 吕布挖茂林 吕布骑着赤兔马 就把林挖了 直接就背这锅了 最大的浩劫 出现在公元881年 那年 皇朝率起义军 攻入长安 茂林就成了他们 取得军饷的宝库 传说中 皇朝手下曾经大班了三天 从茂林盗挖了大量的机民器 最后一次茂林被盗事件 出现在近代 民国初年 当时有个姓孙的军阀 叫孙连仲 曾在陵上修筑战壕盗墓 这是由史料记载的 私人的挖盗 那更是不计其数 如果我们拿茂林 跟满城汉墓比呢 茂林的容量 至少是它的十倍 甚至百倍 毕竟是皇上的墓嘛 究竟这茂林底下有多大呢 隋葬的文物有多少呢 现在我们真不知道 要是一个铜钱 算一件文物的话 我们说里头 有一百五十万件文物 一点都不夸张 文物还就是这么计数呢 茂林有五次正式盗决的记载 那么历史上 无记载的盗决有多少次呢 不计其数 不幸的是 汉武帝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皇帝之一 在死后没多久 他的墓葬就被盗了 而且这两千多年来 人们一直没有停止过 对他的陵墓侵扰 有幸的是呢 汉武帝的这两匹宝马 一匹纯金的 一匹刘金的 还留在市场 一个在今天的日本美秀博物馆 一个在今天的茂林博物馆 两两相望 这正如唐代诗人李赫的诗 《苦咒短中》所说 飞光飞光劝儿一杯酒 五不时清天高皇帝后 唯见月寒日暖 来奸人寿 我们的日子过得飞快 每个人的感受都一样 冬去春来 一年又一年 来奸人寿 你的生命从生下你的那天起 就一天一天减去了 就倒计时了 没有一个人能越活越长 都是越活越短 李赫在这诗最后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说的就是 汉武帝和秦始皇 刘彻茂林多治谷 嬴政子官废包鱼